第578集 什么 墨如峰心中的震撼彻底爆发 他死死地盯着夜沉 这一次 有位跟在墨宁身边的 导远镜老者都没有回来 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性 向英杰和司徒峰 恐怕派出了不少强者 但是此刻 这一切似乎都被不远处 那个冷傲青年解决了 这要什么样的实力 而且 对方刚刚还破解了 他的造化炼体绝 对 就是破解 他一直不明白 造化炼体绝的弱点在哪里 现在却没想到 直接别人一直点出 破开了他的化缸肉身 驱散了炼体一切 这个不知道来历的青年 到底是谁 就在这时 莫维海慢慢而来 他拍拍莫如风的肩膀道 如风 你应该感谢此人 如果换成另外的人 破开你肉身的同时 可能杀了你 这么多年 你太顺了 今日的挫折 必须承受 莫如风 看向莫维海 拳头握紧 父亲 从此以后 我那造化炼体绝的缺陷 便不会被人掌控 他们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莫维海点点头 随后目光饶有趣味地 看向夜晨 问莫宁道 小宁 还不介绍一番 我们莫家 好久没来客人了 莫宁这才恍然 连忙来到夜晨身边介绍道 父亲 哥哥 他叫夜晨 是医神门的一位弟子 这一次多亏了夜晨 不然后骨不堪设想 说完便对夜晨道 夜晨 那两位分别是我的父亲和哥哥 刚才有些误会 还且别往心里去 夜晨点点头 对于莫家 他丝毫不在乎 唯一在乎的便是韩云 他必须借助莫家见到韩云 莫宁似乎感受到夜晨 用意急切 又道 外面风大 我们一起进去吧 哦 对了 父亲 夜晨这次来莫家 其实有件事 需要麻烦 我们进去再说 莫维海深深地 看了一眼夜晨 还是点头 宫殿之中 金碧辉煌 夜晨算是感受到 莫家的底蕴 地面铺着的石头 尽是零石 价值斐然 墙壁上的任何一处东西 放在拍卖会上 绝对是价值连城 上古莫家 果然名不虚传 不知道那上古夜家 又是如何 莫维海坐在了 最上面的九龙巾椅上 气势虽然没有释放 但是却让人感觉到 一丝冰寒 夜晨 看在你救下小女的份上 说吧 什么事 只要不是太过分 我莫家都会答应你 在莫维海看来 夜晨要的不过是机缘 甚至可能想借此 攀上莫家的高知 他都可以给夜晨 但是如果夜晨想要莫宁 绝不可能 这是他最大的限度 而夜晨也不废话 一步跨出 极其认真道 我知道莫家和韩家的关系 今日我来 并不是为了莫家 而是上古韩家 我要见那上古之战中 唯一活下来的韩云 此话一出 莫维海和莫如风一正 身躯更是僵硬 他们知道夜晨 可能会提无礼的要求 却不知道这么无礼 韩云可是被韩家封闭保护了 毕竟关乎当年的事情 太严重 甚至听说 韩云因此变成了一个 狂暴的疯子 把所有提及上古之士 以或者血灵族的人 全部杀了 不管好坏 甚至还有韩家之人 韩云几乎成为了韩家 乃至整个昆仑须 都不可触碰的禁忌 但是这小青年 居然一开口就要见韩云 找死 不行 莫维海呵斥而道 身上的微压 更是轰然向着夜晨涌去 夜晨抬起头 不动如山 莫宁见状 连忙挡在了夜晨的身前 对莫维海道 父亲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一帮夜晨好不好 他身份特殊 这件事对他很重要 还有 这几天 我们不是要去韩家吗 带上夜晨就好了 至于到了韩家之后 我们就不用再管了 莫维海见自己的女儿 居然还站出来帮夜晨说话 气不打一处来 小宁 有些事你还不懂 这小子不知来历 就要见韩云 说不定会给我们墨家 带来灭族的危险 我虽然不知道 这小子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对我们墨家 绝对百害而无一利呀 说完 夜晨便是凝视着夜晨 大手一挥 夜晨 你走吧 我会让下人 给你准备一些 上好的丹药 以及零食 也当是 还你救下小宁的情 送客 随着莫维海一声令下 瞬间 有两位老者来到夜晨的身边 两人都是道远镜 他们看着夜晨开口道 夜先生 不要让我们难做 请吧 夜晨没有动 而是抬起头 凝视着高台之上的男人 莫维海 请你搞清楚 这件事和我无关 我夜晨是在救你们墨家 此话一出 那两个墨家老者脸色大变 这小子大逆不道 竟然敢直呼家主的名字 而且还是这种态度 简直是找死 再看莫维海 果然脸色变得铁青 甚至透着一丝愤怒 他的权威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质疑的 莫维海刚想说话 莫宁却是连忙道 父亲 夜晨不是故意的 还请不要往心里去 莫维海冷哼一声 对那两位老者道 丹药和灵石 都不用给此人 直接逐出 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不是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夜晨早就死了 两位老人刚想扣住夜晨的手臂 夜晨却是一步跨出 挣脱了两人 随后冰冷的目光凝视着莫维海 莫维海 你可想过 一年半之后 拿不出帝尊镜强者 可有什么后果 莫如风的炼体之力 再加以修炼 可能够资格被带走 甚至你的女儿 也可能被带走 但是你真的忍心 将自己的孩子和族人 拱手送给那些畜生 你莫家的执念 从上古到现在 甚至在莫宁身上实验 可惜失败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心中的算盘 我可以很准确地告诉你 这场浩劫 唯有我夜晨可以帮你 你若不信 就当我从来没有来过莫家 夜晨的声音响彻 整个宫殿 透着无上为压 气势太强了 强大到 连那两位道元净强者 也失神片刻 而莫宁和莫如风 却是死死地盯着夜晨 虽然不知道夜晨在说什么 但是他们隐约之间 嗅到了不对的气息 送走他们 为什么要送走 两人顺着夜晨的目光 看向父亲莫维海 却发现莫维海平静的脸庞不在 而是极其的猙獰和惊骇 他们从没有见过 父亲如此失态 莫维海能不失态吗 关于血灵族的上古之事 只有寥寥数人知道 每一位都是大家族 和顶级宗门掌控无上权势的人 整个莫家 也只有他有资格掌控 但是现在 面前的青年居然完全说出 这不是玩笑 他能感受到夜晨语气中的肯定 以人之力撼动血灵族 他不敢相信 却又不敢否定 压制住内心的惊涛骇浪 莫维海五指一抓 大门打开 除了夜晨 所有人都离开大殿 所有人 那几个下人一正 还是退了下去 他们不明白家主 如此急切的语气 到底是为了什么 父亲 我们也要走 莫如风道 莫维海点头道 带小宁出去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能进来 为者 杀 莫如风想说什么 却看到莫维海极其严肃的眼神 还是带着莫宁出去了 他心中肯定 夜晨一定知道什么 那所谓的一年半 他听父亲提起过很多次 却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含义 不管如何 他一定会查出来 很快 宫殿就只剩下夜晨和莫维海 夜晨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自顾自的倒了一杯茶 莫维海从上面下来 来到夜晨面前冷声道 你还知道什么 夜晨没有理会 足足十秒 才回复道 莫宁这句分身 失败了吧 是不是始终无法沟通 你莫家那位先祖 莫维海脸色一变 这才相信夜晨的话 激动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对莫家的事情 窒息得如此清楚 夜晨放下茶杯淡然道 我是谁不重要 只要你带我去寒家 我便能帮你解决一些困难 还有 有件事也没必要隐瞒你 这次来莫家 也是你莫家的先祖所托 不然我也不会知道 这么多秘密 对吗 莫维海眼睛尽是血丝 他实力是帝尊敬 但是此刻面对夜晨 却是完全抓不住方向 一切被这个青年掌控 莫家先祖难道真的找过夜晨 但是此子不过胜王敬 就算还是炼体 也没有资格抵抗血灵族啊 看到莫维海的犹豫 夜晨冷冷一笑 随手便是甩出了一块玉佩 玉佩之上刻着一个墨字 这是轮回墓地的莫宁儿炼制的 莫宁儿告诉夜晨 只要将这玉佩给莫维海看 对方便能明白一切 果然莫维海看到夜晨甩来的玉佩 神色惊恐 死死地盯着夜晨 数秒之后直接拱手道 叶先生 刚才是我不敬 还请原谅 这玉佩可是先祖之玉 持有此玉便是见到先祖 他哪敢再对夜晨有什么怠慢啊 我不想和你再废话 韩云 我必须尽快见到 你可有方法 夜晨道 莫维海犹豫了几秒点头道 夜先生 去韩家不难 但是想要见到韩云 只有一个办法 血灵秘境 夜晨听到后面四个字 眸子一缩 难道这血灵秘境 和血灵族有关系 不在昆仑须